玉琼千里木更上一层楼 上一次访华时 米书斯京曾引用此堂诗来形容中俄之间关系 如今时隔7月再度访华 中俄贸易俨然已经踏上了新的台阶 但能否接得住这颇天的富贵成为了考验俄方的一大问题 日前 普京在俄罗斯远东铁路会议上表示 随着中俄贸易的不断扩大 俄方铁路东部方向的运输量显著增加 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这就意味着俄方东部铁路干线 在未来几年必须要有所保障 但应该如何保障呢 普京亲自划出了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需要明确北加尔阿木尔铁路 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三阶段发展的具体参数 包括计划实施的时间范围 扩展方向 以及具体的运输能力增加数量 第二个重点 需要确保铁路或者货物发运者海港业主的对接 以及能源设施 网络安全在内的基础设施的安全 第三个重点 要有足够的备用运输能力 以便能在短时间内 以较低的成本和开支扩大铁路运输能力 这三个重点 其实都是围绕贝加尔 阿木尔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展开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议上表示 俄罗斯计划提高东部地区铁路设施的现代化程度 重点就包括了西伯利亚大铁路 贝加尔 阿木尔铁路 以及北纬线铁路 首先 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 这三条被普京化了重点的铁路 可以说都与中国息息相关 作为俄罗斯远东铁路网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三条铁路的发展和扩建 一直都是俄方交通网建设的重点 或许有些人对西伯利亚大铁路 和贝加尔阿木尔铁路这两条铁路不太熟悉 但需要重点标明的是 这两条铁路是中俄铁路的大动脉 首先我们来说说贝加尔阿木尔铁路 俗称贝阿铁路 贝阿分别指的是贝加尔湖和阿木尔河 其中阿木尔河是俄罗斯人对黑龙江的叫法 该铁路全长4300多公里 横贯整个远东地区 把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串联在了一起 是苏联时期 为了防止日本北上所修建 不过随着二战爆发 该铁路逐渐被搁置 上世纪70年代 中苏关系逐渐紧张 当时苏联担心 如果发生冲突 沿着两国边境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可能无法保持畅通 这会导致莫斯科与远东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苏联决定修建一条 位于远离两国边境 位于远东后方腹地的铁路 于是 符合这两个要求的贝亚铁路被重新启动 如今 除了北方四岛问题 俄罗斯基本上不用担心东方的局势 因此 这条铁路也开始为中俄之间的经济活动而服务 如今 该铁路已经成为了连接中俄经济的重要存在 根据数据 去年俄罗斯通过贝亚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 成功运送了超过八亿吨货物 其中有一半的货物目的地是中国 至于西伯利亚大铁路 又被誉为低亚欧大路桥 想必许多人都听说过 起点莫斯科 中点海参外 全长9200多公里 横跨9个石区 设有通往中国的支线 是中俄之间重要的陆路运输通道 它是沙俄东扩的产物 总长达9288公里 横跨欧亚8个石区 是全球最长的洲际铁路 据说 从起点莫斯科到达中点海参外 需要七天七夜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该铁路是连接俄罗斯远东 和欧洲本土的重要交通纽带 同时也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事 和欧美制裁的背景下的 关键后勤保障线 中俄之间高达2000亿美元的 货物贸易 基本上都是通过这条 重要通道运行的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一国总统 普京要忙的是有很多 完全没必要专门抽时间 来关注这两条铁路 但普京却亲自抽时间 对这两条铁路的修建工作 进行指导 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保护中方的货物安全 是头等大事 本月月初 乌克兰情报机构表示 他们派遣的特工 深入西伯利亚 炸毁了北木伊斯基隧道 该隧道直到2003年 才投入运营 是贝阿铁路全线 最后一个通车的路段 也是俄罗斯最长的铁路隧道 长达15公里 北墨亚隧道 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 横穿北墨亚山脉 在隧道通车前 所有途径的列车 需要从被称为魔鬼桥的临时线路 翻山越岭 绕行54公里 而且由于坡度太大 列车上坡需要额外的机车牵引 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就明白 为何乌克兰要挑这条隧道下手了 贝阿铁路是中俄之间的运输动脉 而北墨亚隧道 则是这条动脉中最致命的一环 它的修建难度是最大的 因此一旦出现重大意外 它的修复难度恐怕也是最大的 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了中国货物的安全 因此事发一周之后 俄方就抓到了凶手 据说该凶手提前在一列 41节车厢的列车上 安装了四个炸药包 其中似乎还有三个车厢 装载有航空燃油 爆炸事件发生后 乌方对此事大肆炒作 其目的就是想让全世界知道 俄罗斯的远东后方已经不再安全 俄方虽然对此低调处理 但不安全的种子已经在很多人心里发了哑 在这种情况下 普京亲自上阵 无疑就是向外界彰显中俄铁路大动脉的安全性 确保中方货物不受侵扰 其二 随着中俄贸易规模的扩大 铁路扩建十分紧迫 此前中俄曾设下一个大目标 在2023年年底之前 实现双边贸易额2000亿美元 如今中俄已经圆满完成了目标 据官方数据显示 今年中俄的双边贸易额 有望达到2300亿美元 而在这其中 中俄铁路命脉出了大力气 俄方表示 贝亚大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能力 在今年年底将达到1.73亿吨 与2013年相比 增长量达到了创纪录的7500万吨 预计到2024年 其输送能力将达到1.8亿吨 需要提到的是 当前这两条铁路的运输量 应对目前的中俄贸易绰绰有余 但在日前 俄总理米书斯京访华 与中方就扩大双方贸易规模一事 达成了共识 这就意味着两方货运量会大大增加 而与前边提到的两条铁路不同的是 普京提到的北纬线铁路 却是一条尚未建成的铁路 2018年 俄罗斯提出要在亚马尔半岛 建设一条通往北极港口的铁路 该铁路最初预计将在2023年完工 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北端的铁路 乌拉尔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 将可以借这条铁路进入北极航道 大大缩短通往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运输路程 尤其是西方全面制裁的大背景下 北极航道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 如今 欧洲所有的港口都不允许俄罗斯的船只停靠 西方对俄是由限价令 更是让大部分俄罗斯邮轮得不到航运保险 而一艘船如果没有保险 那么苏伊士运河 土耳其海峡等重要的航运通道 都不可能对其放行 换句话说 俄罗斯的海运能源运输 已经不能完全指望传统航道了 俄罗斯更多的能源 从北极航道向东方出口 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这也是为什么 普京要提前布局北纬线铁路 只有先为封闭的北部地区 打通出一条通往北冰洋的通道 北极航线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俄罗斯副总理库斯努林曾表示 为了集中建设东部地区的其他铁路 北纬线铁路的建设将会暂停 如今普京亲自推翻了这一说法 表示北纬线铁路的建设不会暂停 它仍然是西伯利亚地区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 除了经济上的意义 这条连接乌拉尔工业中心与北极航线的铁路 还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在俄罗斯看来 北极地区对其寻求战略纵深 威慑其他国家方面的优势 兼而有之 北极地区被俄罗斯视为 其北部的重要安全屏障 同时也是俄罗斯重要的战略出海方向 不同于波罗的海和黑海 直接面临北约舰队的威胁 从临近北冰洋的摩尔曼斯克港出发 俄罗斯北方舰队能够绕过北约成员国家 而进入大西洋 而在远东地区 随着美国大力推行印太战略 日本右翼势力抬头 萨德入韩 以及北方四岛问题的热度越来越高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面临的压力逐年增加 但问题是 俄罗斯目前根本就没有多少精力 升级太平洋舰队的武器装备 一旦太平洋方向发生意外 俄罗斯北方舰队 大概率是需要通过北极航线进行支援的 换句话说 随着俄罗斯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日趋严峻 北极作为俄罗斯最大后方纵身之一 同时 中俄未来战略合作的新方向 必然将在俄罗斯的战略蓝图中 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而一条能将工业中心 与北极港口连接的铁路 其重要性也自然不言而喻 所有人都清楚 这条铁路的好处 但想要建造一条世界上最北端的铁路 其困难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俗话说的好山高人为风 没有跨不过去的困难 只有下不去的决心 正如一位俄罗斯网友评论的那样 中国的青藏铁路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 最高点海拔为5072米 铁路全长1971公里 其中有550公里穿越动土区 我们也梦想有这样一条 通往我们极北地区的道路 总的来说 如果中俄铁路大动脉的扩建 无法按规划完成 导致货物运输终端 俄方可能就会白白浪费发财的好机会 中俄经贸合作潜力和前景都不容小觑 但前提是 双方都必须有相配套的能力和设备 如果有一个环节跟不上 可能就会掉队 如今中方正在稳步前进 希望俄方也不要让人失望 稳步前进